修身齊家立业治国 无论是悠闲自在的路边小贩 还是戚策风闻的领袖人物 每个人都会有不知不觉当中 在某个特殊的时刻反思自己的活法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 在中国也都有自己独特的活法 这个不单止取决于社会环境 也都取决于自身的态度和理念 敬请你锁定 星期六晚上与二台八点钟的天下中黄谈 文者之心厚德在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